現在化妝重點都會放在底妝和雙眼上 Tiffany 可否教一教我們怎樣選擇有關的化妝工具和清潔呢 當然沒問題 我還會教你一個很快的方法可以化妝出界 那我們現在準備開始了 會偏向喜歡一些尺寸比較細一點 甚至是一些迷你妝的化妝掃 我自己會喜歡用一些頭有尖尖的 圓頭小小的掃 尤其現在化妝也不會化得很誇張 光是在眉上或眼角的位置加一些顏色已經夠 你用一支很細的眼影掃已經可以 不同品牌都會出很多不同的形狀 每個人的眼影其實都會不同 所以我自己就建議用可能亞洲品牌 例如日本品牌就會比較好一些 弧度比較漂亮 首先一定要貼好你的眼皮 然後就輕輕夾一夾 但用的力度也不要太大力 因為太大力的話 你可能會拉扯到你的睫毛會很容易斷 用一些陰力 慢慢會在這裡夾幾下 然後手你一直拉向上 一路一路貼著 慢慢慢慢這樣輕輕夾 市面上會有些品牌都會出了一些好像Spray的物體 可以用紙巾噴個Spray在紙巾上面 或者直接噴在掃子上面也可以 你就在Tissue那裡 兩邊這樣掃 掃到面那些多餘殘餘的化妝品 洗得更加徹底的 當然一定是建議用濕洗這個方法 會有一些就是Liquid狀的清潔劑 不要說可能用洗頭水 因為那些可能都會令到你的掃子的質感變了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Alcohol的濕紙巾 其實你最好每次用之前 都要拿那個Alcohol的紙巾抹一抹 然後你夾完最好都馬上再抹一抹 尤其黑色的那塊膠 黏著了很多髒東西 所以那個其實你也要定期拿出來要清洗 你可以在乾的狀態 先擠上清潔劑 然後你可能慢慢開水喉 噴一噴 然後我們就會慢慢用推的方法 如果乾粉撲那些毛毛那些 照開水濕了它 然後倒一些清潔劑 這樣就這樣擦 自己其實會選擇一些調色的Base 這樣就下了Base 可能然後輕輕撲少許碎粉 選那個Base我會選一些比較輕身 沒有那麼黏的 它真的沒有那麼黏口罩 然後怎樣也好都輕輕撲少許碎粉 輕輕在表面上掃一層 其實它也沒有那麼容易會脫妝的了 其實現在很方便 有一些好像筆狀的眼影筆 其實可能你真的用那些眼影筆 輕輕在你的眼蓋上掃一掃 然後可能眼尾眼線加少許色 其實已經可以好精神 建議當然最好就是最流行的了 現在做了割蛋白的療程 那你譬如我做完之後 其實你早上有時塗過 Serum 其實已經可以這樣出街 大概的過程是 我們會先選擇一個適合他的節目長度 或者一個眼影的形狀的一個膜 用膠水貼在膠膜上 我們就會下一個軟化的劑 我們之後再做的就是做一個定型 這個程序那裡幫它排一個很漂亮的排位 大概放15分鐘左右 其實已經可以完成了整個過程 本身也要視乎你眉毛的顏色的深淺度 譬如有些人的眉毛可能是比較深色 比較硬一點的 我會建議它可能用來膠水貼 如果有些可能它本身 反過來是很幼 真的很小毛 那你就可能在我 有時可能微微位 或者少少邊的位 可能加兩筆 或者微峰這些位 輕輕掃幾筆 這樣就可以令到它望下去 會更鮮明了 因為我們幫你做完之後 你回去也要看你怎樣去對待你的皮膚 還有你的眉毛 它才可以保持得持久一點的 上面這個位置 總之你做了顏色的這個位置 盡量就不要塗一些粉底 或者防曬 甚至乎護膚品 敷面膜的時候是一些美白面膜 或者它的功效是真的很活動的那些面膜 會發覺它會令到你眉毛的顏色會退得快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